第85节 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 审干 反坚与抢救运动 康盛机关与1937年后延安的诉托 在中共历史上 将暴力大规模引入党内的政治生活 使用强制手段调查党员的思想与历史情况 在1949年之前 以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最为典型 但是 抢救运动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抢救运动的思想逻辑和运作方式 有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 实际上 早在江西时期就已显出端倪 而1937年后 在延安和其他中共根据地 秘密进行的诉托 则在一定程度上是抢救的先导和试验 然而在中共当时编撰学中 却有一个建立在对历史事实改写基础上的系列神话 王明不仅是江西时期 肃反扩大化的罪魁 而且是1937年后 速托的总策划者 对于王明与速托的关系 中共当时编撰学 却语焉不清 除了揭露出王明在莫斯科 例行速托的一些势力外 对延安及其他根据地的速托 则一直惠莫如深 即使对具体领导延安速托的慷生 也只是点到为止 似乎特别吝惜笔墨 毛泽东 这位延安的最高统治者 在中共党史编撰学中 更成为与速托 毫无关系的局外人 毛泽东 王明与江西时期 肃反的关系 本书前一部分已有专论 这里从略 速托随非毛泽东首创 但需要执出的是 与毛在江西肃反中 所扮演的角色相类似 毛对于从莫斯科 勃来的速托主张 也是依据自己的需要 迅速加以利用 使其完全服从于 自己的政治目标 毛的所作所为 不仅远甚于王明 更在中共党内 造成不良的影响 为将暴力大规模 引入党内政治生活 开辟了一条危险的通道 毛泽东在速托问题上 所要承担的责任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毛对王明 康生 从莫斯科带来的 速托主张 没有做过任何抵制 而是移花接木 接过速托的口号 为其政治目标服务 第二 毛放手支持康生 在延安速托 速托的真正实作俑者 是斯大林 王明作为这一主张 在中国的主要引进人之一 对中共党内的速托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1927年始 斯大林就开始 以肃清反对派为由 在苏共党内 继而在全苏范围内 大肆清洗镇压他所认为的公开和潜在的政治对手 这种清洗镇压在1937年后 甚至演变为超恐怖的大屠杀 王明 康生在莫斯科期间 正是速托逐渐趋于激烈的时期 1937年10月下旬 王明 康生在苏联速托恐怖 达到最高潮的时刻 反抵新疆敌化 同年12月下旬 盛世财以脱派和阴谋暴动的罪名 将由苏联派往新疆工作的 于秀松 周达文逮捕 于和周 过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 曾反对过王明 而王明反抵敌化后 也曾散布于秀松 周达文有脱派嫌疑的言论 因此 于和周被捕 王明 康生 是摆脱不了干系的 1938年6月25日 于秀松被苏军押往苏联 不久就被苏联格伯乌秘密杀害 1938年春 原红四方面军重要干部 参加西路军后 撤退至新疆的里特和黄超 在迪化被秘密处决 然而里特黄超被杀的内情极为复杂 因为王明 康生 与彼毕毫无个人恩怨 相反 李特 黄超却因参与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对立 与毛的关系极为紧张 李特 黄超之死 究竟是王明 康生 为讨好毛 而对邓发 施加了影响 亦或是邓发得到延安密电 而加害于两人 1937年11月底 王明 康生 已回到延安 在迪化任 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邓发 在两人被杀事件中 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知道其详情的 早些年也许只剩当年 在迪化担任中共代表的陈云一人 而陈云数十年 一直对此事守口如瓶 毛泽东对王明 从莫斯科发来的 速托主张的态度 颇为微妙 原来 在陈独秀重回中共问题上 毛已有所松动 但此一遭王明反对后 毛就不再坚持 毛原本就对陈独秀 重新回党一事兴趣不大 既然奉斯大林之命的王明 反对陈独秀回党 毛就更无必要 为区区陈独秀事 而与莫斯科把关系搞僵 王明还指责张文天 在莫斯科学习期间 思想曾受托派影响 由此 毛就更不反对速托主张了 王明打击张文天 正做了毛泽东自己想做 有一时不便做的事 他所袭击的国际派的分裂 眼看就要成为现实 和乐而不为 于是 从1938年初开始 毛迅速接过速托口号 不论演说和撰文 都忘不了数说一遍 日地托派汉奸的罪恶 毛泽东对速托的热心 远未停留在一般号召 与1938年后 仅在口头上 说说速托的王明不同 毛立即将速托 与日常的速反除奸工作 相衔接 毛在涉及军政速反肌药方面 一向精细异常 然而就在他的眼皮底下 康生动用社会部 在来延安人员中 进行了秘密调查和秘密逮捕 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 1937年后的延安诉托 其处置对象 主要集中在下列三类人员身上 一 被怀疑与中国托派组织 有联系的来延人员 1938年3月 边区保卫处秘密逮捕 陕北工学学员张醒 及隋张醒 同来延安的两位青年妇女 保安处根据情报 认定张醒是托派山西分委书记 张醒的公开身份 是延西山进军的一个军长 两位女子 其中一人是向英前妻 1934年红军长征后 被国民党逮捕 并与一国民党特务结婚 另一位女子是胡东南下属的 先兵队长的妻子 1938年6月前后 在经历数月的审讯后 张醒援引张木桃的话 交代康生在1930年被国民党逮捕后 曾参加托派 当审讯者陈胡生 按规定向边区保安处负责人周兴回报后 张醒既迅速被秘密处决 张醒的一副翻毛皮手套和高级皮大衣 随即出现在周兴住的窑洞外的院子里 与张醒同时被捕的两位妇女从此失踪 下落不明 不久 延西山还专门来电 向保安处要张醒 副电视 延安无此人 很快 负责审理张醒一案的保安处侦察部部长 陈胡生被投入监狱 险遭杀害 后在滕代元等人的保护下 陈胡生随免一死 但仍长期坐牢 1944年2月 时任边区参议会党团书记 并参加边区司法领导的谢绝哉 调阅陈胡生案卷 认为陈胡生所犯罪尚无反革命嫌疑 因某种顾虑 致酒机一输有不妥 谢绝哉日记所言 某种顾虑即陈胡生触犯康生事业 直至1944年6月 陈胡生在坐牢7年后才被释放 1937年后 在延安类似张醒这样的托派嫌疑分子 被秘密处决的事件 并非个别 据司马路回忆 1938年初 曾经在边区医院住院的张鲍平 1935年 温记泽曾和张鲍平同囚于苏州江苏省陆军军人监狱 镇江左翼青年李明 边区剧团演员林平 均因被怀疑为托派而遭秘密逮捕 从此永久失踪 另据陶金孙之子 陶房资披露 陶金孙的两个妹妹 1937年奔赴延安 其中之一的陶凯孙 被康生打成反革命 在1939年被秘密杀害 康生认为中共广西党已被托派破坏 将在延安的一批广西级干部秘密关押 其中有广西工委书记陈安和刘一生 陈安在80年代任广西自治区人大副主任 刘一生在80年代任广西自治区党委秘书长 当时陈安被关押了两年半 二 曾经在苏联学习工作过的人员 顾顺平 上海人 1935年底 随张浩经外蒙辗转来到陕北 后作为重犯 长期被带上脚料秘密关押 与陈胡生同奸 在关押期间 顾顺平曾在某夜偷聚脚料企图逃跑 因陈胡生告发而失败 顾顺平以后的下落不明 最大的可能是在逃跑失败后被秘密处决 三 随与托派毫无牵连 但被强加于托派反革命之名的 原西路军干部 据陈胡生揭露 1938年后 某些反延安被集中审查的 原西路军干部惨遭康生 及其保卫机关秘密杀害 这些历经千辛万苦返回延安的 原红四方面军干部 因与张国焘有较多的工作关系 遭到了与李特、黄超同样悲惨的命运 陈胡生直说是否属实 如果是假话 为何没有人出面澄清 如果属实 在延安被秘密杀害的西路军干部 究竟有多少 至今仍不详 这悲惨的一夜 徐向前 李先念等原西路军领导人 都不忍重新揭开 直至去世 都未曾泄露一字